還記得嗎 2007年一個跳傘好手 沒有經過申請 吳玉瑾從台北101大樓 一躍而下震撼全台灣 就在這行動之後 他閉光五年 2012年他以熱氣球 飛到三萬九千英尺高空 決定要將自己變成 超音速自由落體 他能成功嗎 他看準人最少的時機 他看準人最少的時機 潛入南側 由同伴把風 翻開天花板 拿出寓藏的秘密武器 著裝扣緊扣環 蓋上大外套 躲避保全盤查 只分91樓室外觀景台 沒有人知道他的下一步 竟是跨越圍離 準備一躍而下 我們開始了 世界上最高的建築 財政策環境101 看看這件事 他小心翼翼背著降落傘 來到即將飛升之地 向全程接應的夥伴致意 然後眾生投入天地懷抱 下墜五秒後 開啟降落傘 盤旋三分鐘 著陸在對面的 世貿大樓停車場 收拾降落傘 一路狂奔 跳上接應的計程車 快閃離台 去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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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44歲 人稱鐵金剛的 澳地利極限跳傘好手 報加納 2007年底這一跳 可讓台灣人為之震撼 我再次做了 世界上最高的建築 台北101 但我可以告訴我 我最高興的人 世界上最高興的 世界上最高興的 就是要追求玩命快感 這個影似乎從 包加納小時候開始萌芽 這是包加納五歲時 送給媽媽的畫作 智嫩筆觸不難看出 她從小便密定了志向 喜歡在高處邊緣 探索自己的生命價值 我想要看誰在這附近 誰在等著我 十六歲開始 她背上夢寐以求的降落傘 一圓跳傘夢 一圓跳傘 十年磨一劍 二十八歲那年 包加納參加美國西維吉尼亞 世界定點跳傘大賽 擁多冠軍 從此重力加速度下墜的感覺 已成為他不可或缺的精神糧食 無論合法或非法 只要世界第一 她就要征服 在全球地標留下足跡 但就在跳完台北101後 包加納卻停下了腳步 原來她與她的團隊 還有個更瘋狂 更玩命的計畫 太空跳傘 1960年美國空軍上校季丁格 從三萬一千公尺高空跳下 創下人類最高跳傘紀錄 包加納打算拉高到三萬九千公尺 相當於太空邊界大破紀錄 但她必須忍受 零下70度無氧環境 因此研究團隊為她打造太空衣 她則閉關五年 反覆模擬不斷練習 就是為了這歷史性的一刻 對,她們都哭了 她們都哭了 我想,我感覺到我媽媽在那位置 還有我女朋友 但這就是我最近幾個年來 這就是我工作的 所以沒有辦法回到 她知道藏門關閉的那一刻 生死交官的豪賭 就要下好離手 2012年10月14日 包加納踏上太空邊界 能否向她過往跳傘 活著回來 身經百戰的她 仍有一絲恐懼 由氮氣球帶領下緩緩升空 兩個半小時後 到達太空邊緣 她打開艙門 腳伸出艙外 緩緩站起 準備跳下之前 她向地球人留下這段話 她向地球身影逐漸渺小 果然沒有氣體擾動 讓她向刻跨過天際的流星 不斷旋轉 這樣轉下去 恐怕會失去意識 但最後包加納找到控制知道 降落的身形 逐漸穩定 跳下後48秒 包加納的時速達到1173公里 這速度不但打破紀錄 也突破該溫度層下的音速 9分鐘後 她回到地面 Felix回到洛西 新世界紀錄獎 包加納這一跳 挑戰生死極限 更有人形容 這比阿姆斯壯 登陸月球 還要珍貴 我們在製造 很棒的畫面 我們把那些畫面 送到住室 那些畫面 那些畫面 人們非常感謝 這讓我非常驚訝 因為今天我聽到 有很多人 跟星星的降落 最美麗的一仗已經打破 包加納決定收山 這是她最後一役 兒時的跳傘夢 從此封藏 留下令人津津樂道的印記 美國有個神秘51區 台灣神秘52區在中天 我是雪花川 神秘52區 我們下回見 MING PAO CANADA